大家好,我是玲玲 这两天呢,韩姨沫的咳嗽是越来越严重了 之前给韩姨沫看过一次 给添了药吃着呢 药呢,也已经吃完了 但是韩姨沫的咳嗽呢,还是不见好转 今天早上呢,我和她爸爸又起了个大早 抱着韩姨沫 再去我们的正医院再看一次医生 感冒高发期 县医院看的人也是比较多的 需要排队 我和她爸爸呢,也是不想让韩姨沫住院的 因为住院的话,就要在头上给扎针 或者是脚上 我们俩呢,就打算再带韩姨沫去看一下 看一看吃药能不能减轻这个和颂 再去我们正医院再看一次再说吧 在我们正上看过之后 结果出来了 说是要住院 吃药太慢了 保不齐会引发肺炎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回我们那个富幼儿童医院去办理住院了 镇上这个医院 相对来说,没有富幼里面齐全 他们建议让我们住在富幼儿童医院里面 所以我和她爸爸现在就回去了 韩姨沫一生病呢,我们全家人都是比较担心的 因为呢,韩姨沫还是太小了 只有五个月 我们去查了一个血项 各项都太低了 主要原因呢,就是韩姨沫是贫血 我呢,就是贫血 然后汤原和韩姨沫两个都是遗传我的贫血 主要是抵抗力太差了 咳嗽呢,扛不过去 就成了支气管炎 那个医生建议我们就是直接住院 医生建议呢,吃药好得太慢了 然后呢,韩姨沫抵抗力不行 然后就害怕引发肺炎 所以直接让我们去复幼办理住院 给这么大的小孩呢,他们扎针就是技术过硬一点 一家人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还是要给扎支流针 今天的西勤就像外面的天气一样 阴阴沉沉的 我们两个呢,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 现在还给家提风机针呢 还没有吃饭 吃两个包子,垫饱一下 现在就等他们安排住户了 我们在这里要等 一边等,给韩姨沫加个体温 我们送点吃个,吃两个包子 黎黎,你吃够了没 你就买了两个包子 一人一个能吃住吗 等他们把那个床位安冻好了咱俩 待会再去吃饭 好吧 我帮你好住院了 到目前为止呢 韩姨沫已经输了五瓶夜了 但是呢,每瓶它都不多 只有一点点 这几天呢,韩姨沫一直咳嗽 夜里呢,经常齐夜 导致了我们娘娘都没有休息好 毕竟呢,看起来又吐了不少 马上就要赶上我哥子了 给小手和脖子那里又扎针又抽血的 给韩姨沫疼的移动裤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